一代妖姬崔台经15日下午将替上月过世的父亲举办告别式,行政院长吴敦义,知名制作人王军,14日接去崔家上香致意。 穿着黑衣的崔姬,疑似因准备父亲后世太过劳累,身形较之前整整小了好几号,研判至少瘦了15公斤。 崔台经高龄93岁父亲上月过世,消息曝光后,各界关心不断,行政院长吴敦义与制作人王军更特地前去崔父灵堂前上香,身形销售的崔姬强忍悲痛亲自接待。 吴敦义对崔姬过去的演艺成就表示肯定,力赞他认真的工作态度,为演艺圈树立了典范。 吴敦义也鼓励崔姬化悲愤为力量,早日走出丧腹之痛。 崔姬对外界关心相当感恩,表示在公祭结束后会公开感谢。 金钟颁奖典礼制作人王军大力邀请崔姬参加21日的金钟奖。 王军表示,崔台经16岁出道,叱咤风云在回归平淡,在殿世50年,明年殿世数位元年的交替中,透过他的嘴让人更有感觉,崔姬与代保留弟说,等送完父亲最后一程,会好好考虑是否出席金钟奖。 相较于三年前的风云身材,脂粉未施的崔台经瓜子脸现形,小了好几个size,目测至少瘦了15公斤。 而孝顺的崔姬对父亲的后事也战战兢兢,凡事都置脚问父意,不容父亲受到一点委屈。 崔台经迎来71大寿,也罕见在有人毛亮节的照片中曝光近况,只见照片中崔台经脸颊红润,挂着大大的笑容,古兮之年气色看上去仍十分不错,也勾起了不少粉丝的回忆。 在相对保守的六、七十年代,崔台经当年以性感地穿着,动感的舞蹈与特有的焦点声音风靡萤幕,更是少数在主持、歌唱、秀场、戏剧及广告等皆有突出表现的天后级多妻艺人。 1976年,24岁的崔台经与富二代徐伟群相恋并未婚生子,崔台经更为此毅然决然放弃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,无奈这段恋情仅维持短短五个月便宣告分手。 崔台经也独自抚养唯一的儿子崔家豪,崔台经也表示,儿子是我欢笑的全员,是我最大的满足,这点也许只有做过母亲的人, 才知道母子是多么的怜心。事实上,崔台经在演艺圈打滚多年,传出的绯闻自然不在少数,但自1993年起,崔台经便淡出演艺圈并潜心修佛。 已故艺人高凌峰也曾如此评论崔台经的感情事,不是喜潘权贵之女性,崔台经本身是极为理性思考之人,对演艺事业极为积极投入。 适合她的男性,性格上必须叫她柔,但不能太柔,因此适合她的男性自然不多。 如今,淡出荧幕多年的崔台经再次勾起粉丝回忆,也意外自嘲已变成追星族。 崔台经表示,王力宏、蔡依林及林俊杰都十分令人着迷,不仅对王力宏的表演为之倾倒,更被林俊杰的歌声惊艳。 可见71岁的崔台经即使淡出荧幕多年,个性仍十分迷人,不愧是一代女神。 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台湾歌坛,绝对是人才辈出。 不仅有刘文正这样的实力大咖,还有享誉国际的凤飞飞、邓丽君,以及近几十年没有现身的崔台经。 这位被誉为一代歌姬的巨星卸下明星的光环,回归平凡,含有在现身。 崔台经是以妖野、美艳、华丽、动感的形象称霸于70、80年代歌坛,堪称当时台湾歌坛这类形象的代表。 与他同期的歌手还包括了张立敏,张立敏也是崔台经的同学,当初两人在歌坛,可说是水火不容。 1980年末,新加坡电视台播映了崔台经主持的综艺节目《欢乐周末》,节目中的崔台经风情万种,美艳不可方物。 崔台经是属于舞台的艺人,他的唱片销售不怎么出色,可是登台表演却是票房的保证。 记得1984年,他前来新加坡的豪华歌剧院登台表演,当年对前往豪华歌剧院的马林百列路造成了些许塞车现象。 媒体爆出崔台经的进照,原来这几十年的时间,他已经有了新的归宿,从曝光的进照中不难看出,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教徒,潜心、修行之余,外貌更是有着巨大的变化。 据了解那天是西方传统的复活节,这一天是教会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礼仪庆典,而崔台经选择在这一天做一名虔诚的教徒,自然要现身这样的场合。 当晚崔台经与教堂接受圣喜圣事,仪式结束后便与一众教友一同合影,由此才使得进照曝光。 大合照中的崔台经已经再也没有往日的那种潇洒和魅惑,反而是多了一丝慈祥和和蔼,脸上的笑容也是变得愈发迷人,手捧鲜花的他微笑面对镜头,透着一股清爽的和煦之风。 据了解,崔台经之所以卸下明星的光环选择教会,主要是因为他曾与已故神父丁松云有着很深的交情,两人不但是朋友更是师徒,17岁那一年两人相识。 丁松云去世的时候,崔台经还有现身追悼,基于这一切,崔台经才在选择在复活节前夕成为一名教徒。 说起这位曾经的经典歌手,那绝对是一代人的记忆,他所带来的的作品尤为多,横跨主持,歌唱,秀场,戏剧及广告等等,堪称为全才。 乐飞越高,但是又何奈,何日再稳均,落日时分等等都是经典的存在。 其实被誉为一代歌机之前,崔台经的演唱风格十分保守,不过伴随着歌曲演绎的不同以及时间的推移,他的歌声开始变得大胆,风格也是随之发生变化。 性感,前卫的造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,也从而获得了诸多粉丝。 虽然歌侯不输邓丽君,凤飞飞等人,但他并没有将重心放在歌坛上,而是先以主持电视节目奠定巨星地位,之后才慢慢地享誉亚洲。 成名后的崔台经身边不乏追求者,包括黄仁忠以及蒋孝武等人,不过因为当时蒋孝武有家庭,所以这段恋情无疾而终。 不过最后崔台经还是嫁给了一位富二代虚伪群,本想这样的婚姻会非常幸福,哪曾想代求结婚四个月便以着离婚收场。 后来在1993年逐渐淡出演艺圈,这之后的现身也仅仅是几面之缘。 如今再次现身,真的让人十分怀念,不过他却已经换了心境,相信他十分享受现在的生活。 崔台经吸引多年,他出席故有丁松云新书《我的一生很平凡》,只有爱而以记者会,身穿淡蓝色和黑长裤的他, 虽少了当年的妖娆身段,却多了一股从容气质,他在台下听其他友人回忆丁松云,忍不住伸手失泪,轮到他上台致辞时,更表示为了丁神父,我出来抛头露面,可见他和丁松云的交情有多深厚。 事隔六年,他为了丁松云再度现身美光灯前,即便身材不复当年,倒也不失雍容优雅,被问到是否有意复出演艺圈, 六十五岁的他,笑回我都快七十岁了,就让我好好休息吧,也表示不会再出席大型颁奖典礼, 目前过着潜心修佛的生活,对五光十色的演艺圈不再恋战,提到神父丁松云,他大胆肃情,当年我在光起社录影,遇见了丁神父,那时他还是修士,指导我唱歌,我问他,你确定要做神父吗? 若当神父,就不能爱一个人,没想到他回我,男女的情爱是很诱惑的,但我做神父,可以爱所有人, 问他可曾对丁松云心动过,他回大家都爱丁神父,巧妙必达,崔台经当年以爱神一曲让万千男性败倒在他十六群下, 九年前他曾被媒体拍到私下身影,虽身材比起从前略显风鱼,但举手投足间仍有巨星风采, 过了三年,他应邀出席金钟奖,当时传出他为了美美亮相,一口气瘦了十五公斤, 果然当年金钟奖收视最高点就是落在他身上,证明妖姬魅力不减,但之后就先少公开露面。 崔台经,一位天生属于舞台的璀璨巨星,尽管在婚姻道路上他不是走得顺意, 在歌唱道路上却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 舞台上的崔台经,奔放狂热地令人窒息,他以再歌再舞的方式在舞台上挥洒自如, 那是电视上看不到的。 现场观众可以看到他仙声夺人的舞台装扮,加上他风情万种的演出, 歌舞秀,拉小提琴,空中翻滚,墨具,无意不让观众屏息以待。 在轻快的节奏中,有着一代妖姬之称的崔台经散发着浓郁的青春热,举手投足,充满魅力。 崔台经能够在舞台上历久不衰,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不断在节目内容上求新求变, 他还自备灯光、音响、舞群和音,每一次演出都要求尽善尽美,让观众百看不厌。 崔台经的舞台魅力,无人能及,时至今日,只能回味,无法重现,因此让人深深怀念。 崔台经堪称是舞台上的超级巨星。